这个UV打印机呢 它是和我们的平板打印机呢 外形是差不多的 在这里呢 它多了一个水冷的泵 我们看看里面 在这里呢 有一个水冷的头 UV登记了这个地方 这是水冷头 这个地方呢我们采用的是 铜板散热 在铜板里面呢 我们还有很多小的V柱 这个V柱呢 它能够有效的提高 散热的效率 在收到打印机的时候呢 我们的连供都已经装好了 连供 这里面是黑颜色的墨囊 我们像这样把管道都已经弄好了 但是管道外面呢 在这个外面呢 我们只留了一节管子 到时候你收到机器之后呢 是没有这些瓶子的 那么当你买墨水的时候呢 它就会有这样的瓶子 到时候呢 你只需要在这个瓶子上面 用转头打两个洞 一个洞呢 就是把管道插到瓶子底 另一个洞呢 就是透气的一个孔 这个放瓶子的支架 这个支架呢 它发货的时候 没有这样安装的 到时候你收到货以后 它螺丝 你把这两个螺丝 松开 松开 这个支架是可以往上一抬 从上面取下来的 那么这样呢 你比如说你要减消什么的 那墨水瓶呢 就可以放在这一个盒子里面 你可以放到这个托盘上面 在这里减消 减消好了以后呢 你就把它整体的 这样瓶子就不会倒 从这里放进去 这边套进去 然后你挂 它就不会掉了 然后用螺丝刀把它稍微拧紧一点 就可以了 把印机的总电源插口 接在这个地方 打印机与电脑连接的USB线 插这个地方 在电源的旁边有一个小开关 这个小开关呢 在打印的时候一定要把它打开 好我们看一下把它打开 这个打开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地方 它有一个蓝颜色的灯就亮了 这个是一个水泵 然后它的作用呢 它的作用呢是将冷却水 泵到UV灯的散热片 然后把加热过的冷却水呢 再泵到后面这里 来看一下 这里这个叫做水排 这个叫水排 这个叫水排 它的作用呢 和我们汽车上的水箱是一个作用 在这个水排里面呢 有一个小电风扇 我们用手去摸它的时候 感觉到有小小的风吹出来 在打印之前 每天开机都要检查一下 这里有没有风吹出来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里面的水 它是在动的 它是在循环的 这几个按钮的作用 我们看这里 这一个呢 就是打印机的 打印部分的电源开关 这一个呢 叫墨D按钮呢 就是清洗 就是把它长按 按住不放 五秒钟 打印机会自动执行清洗的工作 这一个呢 静止键啊 如果这个灯亮呢 就代表缺止卡止 按一下呢 它会自动的静止 这里呢 我们专门装了一个 这个叫UV控制灯 当你希望UV灯亮的时候呢 你就把它按下去 按下去之后 这里会有一个绿灯亮起来 当你不需要UV灯亮的时候呢 你就再按一下 就是什么情况下 会用到这个呢 就是当你打印喷水检查的时候 你希望那个墨水打印上去 它不固化 那么就是说 喷水检查打完以后呢 你就可以很轻松的把它擦掉 那么你就不要开这个灯 如果说你在打印产品的时候 就一定要先把这个灯按下去 在开机之前 先把拖弹 拉到最外面 按电源键 开机的过程中呢 这个绿灯是会闪烁的 等开机正常以后 这个绿灯它就是常亮的 它不闪烁 这种情况下 开机就是正常的 开机正常后呢 我们来测试一下UV灯 是不是正常的 我们先按一下这个开关 然后把托盘推到底 然后按一下打印机的静止按钮 这个时候 UV灯就亮了 那说明这个UV灯就是正常的 好 我们打印喷水检查 它是打在这个 不销钢的这块位置的 但是打喷水检查的时候 如果UV灯亮的情况下 它到时候就很难把它擦除 所以打喷水检查的时候 我们建议把这个按钮把它按掉 那么它打喷水检查的时候 UV灯就不会亮了 把托盘推到底 打印喷水检查 就可以用纸巾沾点酒精 就可以把它擦得很干净 喷水检查如果是全通的呢 就可以下一步我们来打印手机科 刚收到打印机的时候呢 这一块平台呀 它是这个颜色和这个壳子是一样的 黑颜色的 但是呢 这个UV墨水啊 它如果说一旦污染了 它是很难去除干净的 比如用刀去刮 那么这个到时候这个平台上的油漆啊什么的 就破坏了 为了这个平台使用时间长久一点 我们呢 就在上面贴上一层 即时贴 即时贴是什么东西呢 我们看一下 这个就叫即时贴 它是一 它是一种塑料的一种 像纸一样的东西 中间是可以揭开的 这一面呢是粘粘的 它可以粘的 但它是塑料的 它不是普通的那种 带纸的那种 带背胶的纸 背胶的纸呢 它粘上去一扯就破了 所以一定要用这种 这个叫即时贴 塑料的 把它贴上去 如果以后这个平台上面污染了 很脏了 我们就可以 很方便的把它接掉 接掉然后再贴上一层即时贴 下面呢我们在这个平台上 我们先打印一个 手机壳放置的一个位置线 那么大家要注意一点的就是 这个喷头的这一边 有一个UV灯 其实喷头正下方打印的这一块 它UV灯是无法固化到的 所以呢 它打印的这个宽度 本来这个打印机的宽度 可以打印到200 200个宽 200毫米个宽 但是UV灯 在喷头的左边 那么有一段呢就是UV灯照射不到的 它虽然能打印到 但是它无法固化 所以呢它的实际 能够固化的打印宽度 只有160毫米 所以大家打印手机壳的时候 要把这一段距离要把它空出来 而且这一块呢还要打印上东西 它喷头才可能移动到这里 我们先来打印位置线 打印机这里 我们看一下 这里有一个红颜色 红颜色的挡板 当我们把 要打印任何东西的时候 我们要打印的这个面 要和这个挡板 只能比这个挡板矮一点点 一毫米左右 打印位置线的时候 那我们把这个UV灯都开关了 让开 现在这个位置线就打印好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一边 到时候是不能打印的 只要线这一边 才能打印 我们在这个位置线呢 旁边我们贴上 方便浆 这里贴一条 然后大概一个 稍微大一点的壳子 这个跨度上 我们再贴到上面 我们手机壳呢 就贴起位置线的 左边 在上面 这样放 手机壳就这样放 我们建议 因为喷头 喷墨是从这一头 往这一头喷 它这里有一个孔 这个孔呢 它有可能会 这种摄像孔 有可能会导致打印 墨水到处飘 所以呢 我们建议摄像孔 是在这边 喷头 从这边往这边喷的时候 即使飘墨 对手机壳的影响 打印影响也很小 手机壳摆好以后 这个托盘一定要调到合适的位置 我先把它拧下来 然后轻轻往里面推 注意 不要撞到这个红色挡板 然后我们再反过来拧 大概距离于这个红色挡板 一毫米 就好了 然后推到底 打印 这个冷却水泵 它是这样的一个结构 它下面呢 是一个电机 泵体 上面呢 是一个小的 储水槽 如果在 使用过程中 这个叶位 它慢慢的变矮了 我们怎么样 添加冷却液 这个上面呢 是一个密封的盖子 我们用一个小螺丝刀 把它这样一旋 看 看 这个是很 很紧的 发货的时候很紧 这里有密封圈 看 这个就是冷却液 它是一个蓝颜色的液体 看 就往这里面倒 加到多少呢 我们看一下 它 这个液位 不要低于 这个水槽的 五分之四 就泥上面 几毫米 有一点空间 你能看到这个液体 它在里面冻 就可以了 千万不要只加到一半 或者更少 要基本上要加码 加满以后 把这个带紧 用螺丝刀 拧紧就好了 如果我们结束了一天的打印工作 我们 最后要这样处理 先关掉这个 UV灯的按钮 关打印 接 断掉后面的 电源